好 我们来关心一下我们自己 以及我们自己身边的男生朋友 到底哪些星座男生是外表花心 内心是比较专一的 那我们今天三位来宾看看 有没有人上榜 请大家参考太阳上升已经精心星座 首先我们来看第三名上榜的是 天蝎座男生 总是给人家外表比较花心 但其实他们内心专一的原因是因为 天蝎座其实男生的异性缘都非常好 因为他们有神秘的特质 而且天蝎座长得很像王子 他们有那种贵族的气质 但是会给人家感觉就是说 这个人可能对所有的女生都是白马王子 其实对于天蝎座男生自己来讲 他们自己知道自己在女生面前是很吃得开的 但是他们却始终会对自己的真爱始终如一 因此天蝎座虽然外表花心或是言语比较轻挑 但他其实内心里面自己有一把尺 他们对自己的真爱是绝对始终如一的 在我们看第二名上榜的太阳上升 金星如果是落在狮子座的朋友 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上榜 我们的那个立东有上榜 金星是狮子座 然后大根的上升星座也是狮子座 那么他们的外表花心内心专一的原因是 因为个性虽然的风趣 但还是很重视自己的形象 其实这个重视形象是说 他们重视自己在自己心目当中 女人面前的形象 就是说我外表给人家感觉是 是一个搞笑的人或幽默的人 或者是邪心不管 但是我在我自己心目当中的女人面前 一定要是她的一个安全感的来源 或者说我一定要是她的一个 责任感的一个对象 所以呢对于我在相信 以立东来讲或大根来讲 他们应该很重视自己 在他们自己心目当中 女人面前的一个形象 一定必须是一个非常值得依靠的感觉 好我们再来看第一名的太阳上升 金星如果是落在处女座 来了来了来了 我们这些三位其实都有上榜 处女座来看看这个外表花心内心专一的原因 其实射大胆小 人是觉得老婆最好 我觉得其实刚刚这三位表现出非常幽默 非常的心跳 或非常的 好像跟女生的互动很密切 但其实我觉得遇到这个感情这件事情 或者是说这个要交往这件事情 还是会表现出处女座那份谨慎跟理智 射大胆小 他们还是觉得自己要交往 自己要对待的那一个老婆才是最好的 因此今天有上榜的天蝎座、诗子座 以及素女座的朋友给他好多参考